台北市的台北橋頭機車道 昨天上午七點多 突然出現了有一名男子 趁等紅燈的時候 跟交往多年的女友求婚 你看到這個男子手上拿著捧花 單膝下跪 在後面超過了上百輛機車騎士的見證下 那麼就這樣子當場來求婚 讓女友是又驚又喜 那麼這個紅燈倒數只有100秒 必須要在這個100秒的紅燈 倒數前要答應求婚 那麼這樣的感人畫面 在網路上流傳 網友瘋狂的轉載 還有人就討論說 哇 這只有100秒 就這個女生要答應嫁給他 是不是有點在逼婚的感覺 男子單膝下跪 手捧鮮花 女子洋溢著幸福笑容 這浪漫的畫面 不就是在求婚嗎 但鏡頭拉遠一看 男女後方竟然有上百台 摩托車正蓄勢待發 等待綠燈 原來照片中的地點 就在交通最繁忙的台北橋下 住在三重的上班族 要通勤到台北市上班 大多要依賴這個台北橋 大家趕上班 趕上課 與時間賽跑 最討厭的就是路口這個 白鳥紅綠燈 早上起點中正值交通最擁色的時段 這個路口竟然上演了一場快閃求婚季 一名零性男護理師與交往多年的高姓女友 分別從斑馬線兩端走到路中間相會 南方手拿捧花下跪求婚 女方又驚又喜忍不住用手污著臉 後方還有上百台機車騎士也跟著緊張起來 女主角在紅燈倒數前終於點頭答應 甜蜜時刻被拍下來 照片在網路流傳 網友看了直呼好浪漫 但也有人吐槽 紅綠燈才一百秒 根本來不及考慮 只是公開逼婚吧 還有人說照片太刻意 好像參加攝影比賽一樣 甚至有民眾表示 好像是在拍戲 他有旁邊好像拿 像拿器材還是什麼那種 拿器材來拍那一對求婚的男人 對啊 他們好像有一些 因為疫情好像有協調過 難道怎麼做 仔細比對兩張照片 同樣的路口 相同的姿勢 只是男女主角身邊的騎士換了人 就有網友懷疑這場求婚祭 是不是經過演練 姑且不論照片的真實性 這創意求婚的方式已經成功引發話題 東森新聞蔡婉清莊勝利在台北島